我旁邊的人是增大了一隻眼睛 我們來吃Suck and Moffle 然後我們的表情很棒 很會下雨 是這樣的 但為什麼要下雨 我想說超好笑的 來這裡Suck and Moffle是要吃鴨 但其實我是習慣中藥調理身體 所以我不可以吃雞鴨鴨羊 這些補的東西 所以我是吃不到鴨的 哇 我的Puzzle很吸引 它在裡面還有一粒蛋黃 你們的Waffle 我睡得比我想像中小 對 打咳 是最重要的 但現在變成了 Pasta是重點 你的Waffle很遠 很香 就是期待這一下 Pasta是這樣 捏一隻 超好吃 其實本身是要吃它的那個才對 但我想這個Puzzle好不容易吃飽 很炸 我在想怎樣把他們的椅子放在一起 我們轉眼就已經在這個Waffle裡離開了 其實Waffle是要的 好像說我們最多可以預留一個多小時 兩個小時的時間 但我們吃得超快 應該是半小時左右就離開了 然後呢 因為他們也是有Jazz Coat 所以是不能戴帽 還有呢 我可以穿牛仔褲和波鞋 所以我今天就是這樣穿 然後呢 我和他現在超級煩惱 因為我們已經不知道做什麼好了 所以我們現在在找 可能去Suck and Coat 不可憐 對 現在ない歡迎 家各三set 可憐 他和我旁邊都已經在吃了 我喜歡選提子的,他就選Plan 我們來這間是百年老店 提子果醬配提子的Scon 他很熱的,很開心 但我覺得不是很好吃 如果這個可能下一次會不會再吃 未必 我們其實是上網搜尋的 很多blogger都說吃過很多間的店 我覺得這間最好吃 因為我們可能沒有比較 沒有什麼驚喜 可能我們期望太高 因為說到說真的很好吃 想不到看,我們在室內 但也想不到看 我們只是隔了一道玻璃 帶就馬上收得不差了 來了,我們到了麥當勞 英國的麥當勞 就這樣已經不同了 它連那塊肉的樣子都很不同 這個是菜寶 好可愛 它連樣子都不一樣 你看,它長一點 我先這樣點 好給大家看 這裡有chicken wrap 這裡也有veggy的wrap veggy它有沙拉 它還有青瓜條 吃這個 芝士 芝士薄 好耶 熱鹽,它有很多咖啡 不同的咖啡 茶都有 果然是英國 它有muffin 它有這個 雪糕 很厲害 因為有些東西會馬上用 所以現在要馬上吃 麥旋風打個蓋給大家看 我想說 平時麥旋風 它不是把所有材料 一起去打 但它現在很明顯就是 加上去 噁耳 試試看 非常普通的那種薄荷朱古力 不,很普通 大家都知道的 那種薄荷牙膏的味道 好,然後呢 Strawberry Lemonade 它是冰的 Smoothie的狀態 我以為它是 純粹一個液體 我想說 英國的麥當勞 他們的飲品是紙飲桶 好環保 它是要這樣搅搅搅搅 我的Lemonade好酸 好像檸檬汁 然後變冰 很爽 我很喜歡吃酸的東西 下面是Smoothie的 我個人覺得是藥水味 我覺得如果它是就那麼Lemonade 我會比較喜歡 但OK的 解渴的 好,回來酒店 正式開箱這個 倫敦麥當勞 其實剛才看了的菜單 發覺真的不是說 很多特色的包 或者食物 我就盡量選了一些 我 是沒吃過 還有 我私心想吃 我叫了那麼少東西 是嗎 有什麼 包薯條醬 芝士波 雪糕 夜飲 這個 很少 都說有麥西哥卷 但你沒有買 但麥西哥卷就是那個味 那塊餅 還有凍甩的 凍甩 我叫了它沒有給我 喔 你叫了嗎 是呀,我剩下的 啊,好像是 不怪得 我好像猜了 我只是說 為什麼我沒有來喊那麼少東西的 首先第一樣 我覺得可以先試一個包 它的包裝 裡面有一塊這樣的筆給你 那你就可以很順利地 整個筆出來 非常好這個設計 它的跑是極度厚 好像很棒 然後 然後有芝士 這個煙肉 其實因為我想說 英國的天氣 都頗乾 而且今天其實都很冷 我是需要穿熱 看到嗎 這個包是有點放動了 但是 我會skip了這件事 你們要評論一下 真的很好吃 它的沙律醬是偏酸的 然後呢 因為看到下面還有茄汁 那些沙律醬和茄汁的組合一定很好吃 然後它的麥呢 雖然冷了 但是也挺多肉汁 而且是厚 我一般的 那塊的漢堡包是厚的 因為 多數都覺得不好吃 但是它的肉挺好吃 它這個厚度 大家看到嗎 有我的手指那麼厚 雖然是好吃 但是它的味道其實是 我們熟悉的麥當勞包那個味 像漢堡包 但是多肉版 它不像歐洲的Burl 那麼乾 那麼難吃 而且歐洲的漢堡包我真的 但是 過幾天我就會去法國 試完法國的麥當 我就知道究竟是否歐洲的問題 它這個煙肉呢 它不是煎得脆 它是煎得軟 但是我覺得不算肥 然後呢 就點了這個波 這個是芝士波 咦 它是三角形的 很有趣 自己點了就點了這個醬 因為我看到好像很吸引 但我發現這個芝士波 它這個醬 好像是一樣 因為一樣 它不像芝士波的 吃起來好像印度的某個料理 那些味道 你吃印度咖喱 它不是通常會有些什麼 薯 薯 然後是有一塊 好像炸餃子那樣包著的 裡面的那些東西 我覺得很膩 然後它很辣 而且 嗯 我覺得熱的話OK的 但是 它不是一個特別的味道 嗯 完全沒有關係 但是我想說呢 這個夜飲 剛剛我是覺得一般 但是 經過了幾個小時之後 我覺得它很油膩 它現在融了 它變得比較甜 但是它是沒有氣 完全沒有炭酸的 我買這個醬 還特地買了薯 所以想要點它來吃 但是是一樣的 它就是這樣 白色底 然後有一點點 嗯 綠色的粒狀 是蔥來的 它有一點像cream cheese 本身 有點酸酸的 好 我只可以說 很適合點炸食 像很硬的YOUGURT 然後加了一點點蔥 這個永遠是我的最愛 因為現在基本上呢 在麥當勞買東西吃的時候 全部都是自己去刀機 因為我吃麥當勞的時候 我無論有沒有麥樂雞都好 我都一定要點這個醬 來配薯條 我都在找醬的那一行 因為通常是 有一板是 所有的醬 都在那裡 就沒有啊 然後就是一個非常好人的 CD 然後過來問 我們有沒有需要幫忙 然後我們就問它 醬在哪裡找 然後它就說 是不用錢的 你去櫃位找個link就可以了 非常之好 因為 基本上 其他地方是全部都要錢的 即是香港、韓國 日本應該也是 然後歐洲之前 我吃過也是 我都很好啊 對於我們這些 超喜歡sweet and sour sauce的人來說 是福音 我想問你是 這個甜酸可以點什麼 我什麼都會點的 即是薯條 任何的炸東西 漢堡包 其實我是會這樣 我會這樣配 我覺得它加什麼都好吃 如果它本身的味道 可能是 譬如70分 加甜酸醬 我會馬上給90分 嗯 今天這個 英國的麥當勞開箱 就是這樣就軟了 即是吃了這幾樣東西 之後覺得 那個味 就完全是 我們所知道的麥當勞 那個味 而且我們 買了那麼多東西 就是12磅左右 都ok啊 價錢 不算特別貴 英國的麥當勞 不鹹 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我之前吃意大利的麥當勞 咸得很癢 對 如果大家在英國住的朋友 或者有吃過 英國的麥當勞的朋友 可以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大家覺得 英國的麥當勞 是如何 可能有些很好吃的東西 只是剛好餓 吃不到 如果有機會再來英國的話 我會再試的 今天是我們 在英國的最後一晚了 我們明天要去法國了 非常之開心 非常期待 可以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 Facebook的話 就可以知道我最新的動作 記得按鈕 按鈕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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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邊看到 我們快會這首 我們 1940天 一起來 有 kalo這一部 90天 一起來 е DNS